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所带来的代表团的各位 去年年底我访问越南 受到越南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 你受阮服中总书记委托亲自赴机场为我送行 体现了中越同志家兄弟的深厚情谊 这是你担任国会主席后首次访华 相信将进一步密切 中国全国人大同越南国会的友好关系 并进一步丰富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习近平强调 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捍卫社会主义制度 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 是中越双方共同利益所在 双方要以高水平互信 助劳中越命运共同体意识 以高质量合作夯实中越命运共同体根基 以高度政治智慧 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方愿同越方 加强治党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发挥好中越双边合作 指导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 加快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同两廊一圈战略对接 丰富青年有成等渠道交流 希望双方立法机构深化各层级交流合作 加强立法监督经验等互学互建 为增进两国民间友好 发挥重要作用 我和阮副仲总书记同志 共同宣布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 中越命运共同体 开启了中越关系发展的新篇章 我高兴地看到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我从阮副仲总书记达成的共识 正得到落实 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 开启良好 双方要按照六个更既定方向 政治互信更高 安全合作更实 务实合作更深 民意基础更牢 多边协调配合更紧 分歧管控更好 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 取得更多的务实成果 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 更好的造福于两国人民 也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 做出更大的贡献 王庭慧转达阮副仲总书记 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 和美好祝福 他表示 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将中国作为越南对外关系的 头等优先战略选择 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 保持密切交往交流 为夯使两国民间友好 推进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 越中命运共同体 发挥积极作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见法国美里埃基金会主席 美里埃夫妇 习近平对美里埃夫妇 以及美里埃基金会 长期以来对中法关系发展 以及中国卫生健康事业的 关心和支持表示赞赏 习近平强调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进入变乱交织的动荡期 人类社会不仅要应对新冠疫情 等卫生健康挑战 也要面对巴以冲突 乌克兰危机等地缘冲突 中方始终主张要和平 不要战争 呼吁只战促和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 60年来 一代又一代人 传承和发展中法关系 两国友好历久弥坚 中方珍视中法友谊 愿同法方进一步加强高层交往 密切交流合作 推动中法关系 迈上更高水平 长期以来 中法在卫生健康领域 展开了一系列合作 取得丰硕成果 欢迎梅里埃基金会 继续同中方深化合作 梅里埃表示 多年来 她始终关注和钦佩 中国的发展进步 梅里埃基金会 将继续积极促进 法中友好和卫生健康合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9号在北京 同正在访华的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举行会谈 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王毅说 元首外交 是中俄关系 行稳致远 永保活力的 最根本保障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领下 中俄政治互信 不断加深 互利合作 展现出广泛前景 75年来 中国关系 历经风雨 砥砺前行 双方 在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 坚持永久 木铃友好 深化全面战略协作 打造出完全不同意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的新范式 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推动新型大国合作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价值 防疫还对不久前 普京在总统大选中连任表示祝贺 他说 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 俄罗斯在普京总统带领下实现发展和振兴 强调 维护好发展好中国关系 既是两大邻国的必然选择 也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大夫罗夫也表示 俄中两国关系是建立在互相尊重 平等合作和可信赖的对华基础上 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 彼此基于高度支持 同时双方对国际热门议题的立场高度一致 这也为两国在国际舞台开展密切协调 奠定了良好基础 欢迎回来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里空军大校表示 4月7号至8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 为南海海域开展战机巡逻警戒 海空联合突击 舰艇编队战备巡航等演训活动 战区部队持续加强练兵备战 全时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日本广播协会8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首相岸田文雄内阁的支持率跌至23% 较上个月下降了两个百分点 这次民调是于本月的5号至7号 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 超过1200人回应 调查发现对岸田的不支持率 较上个月的民调结果上升了一个百分点 达到了58% 另外调查发现 接近三分之二的人 对执政自民党上周处置 收取回扣党员的做法不满或是比较不满 只有不足三成的人感到满意或是比较满意 对岸田文雄本人没有受到任何的处分 六成人表示并不恰当 而至于岸田对美国的访问 四成人认为不会加强日美关系 四成半的人则是认为会加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地时间的8号抵达美国 开始为期7天的正式访问 岸田在10号将会和美国总统拜登会谈 而11号将会连同拜登 以及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三遍会谈 而在此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岸田表示 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已经将世界推向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并且迫使日本改变防御的态势 但同时岸田也强调 美日非领袖三边会谈 不针对中国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自周一起 作为国宾时隔9年正式访问美国 岸田和拜登将在当地时间周三 举行日美首脑会谈 日美两国将确认全球伙伴关系 携手共同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 日美将扩大防务合作 续续维护牢固的日美同盟 日美计划增强自卫队和驻日美军合作 重组驻日美军司令部并赋予更大权限 同时设立自卫队统合作战司令部 应对所谓不测事态 并增加在东亚地区的联合训练 日本计划明年春天 设立240人规模的自卫队统合作战司令部 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 自卫队还将增加与美军的联合训练 外界认为日美大力增强安保合作 是为应对所谓台湾有势 东海南海局势 明显是为制衡中国 专家指加强日美作战 很可能违背日本的专手防卫政策 台湾やフィリピン それから南シナ海 それからもちろん この地域だと中国だけではなくて 北朝鮮の動向もありますので 非常に不安定化する その要因が多い地域ですね 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に対応すると これまで日本が主張していた 戦首防衛であるとかですね 自らは戦争し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 自衛隊近年与美军的联合训练 上週日起 日美奥非在南海也实施了联合训练 外界指 多国联合训练的目的 是未牵制中国 富皇民事 林淼 大自大切 日本东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11日 将在白宫与日本和菲律宾领导人 召开首次美日非三国峰会 白宫8日表示 美国与日本和菲律宾 在南海等地区的战略目标 利益以及关切日益趋同 三界三国届时将会宣布 新的合作产议 即美国总统拜登10日 将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举办国宴之后 美国 日本 菲律宾的三国首脑 将在白宫召开首次峰会 金融时报引述两位美国高级官员消息称 拜登将对仁爱礁周边局势提出严重关切 并强调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适用于搁浅在仁爱礁的菲律宾废弃军舰马德商号 因为共同防御条约涵盖了菲律宾的水手和船只 而中国驻美大使馆也在第一时间作出回应称 近期在中美两国元首的通话中 中方强调了对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拥有主权 中国外交部8号针对美日非三国峰会表示 任何国家开展房屋合作都应当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 中方反对拼凑排他性的小圈子 反对在本地区搞阵营对抗 凤凰卫视 王冰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 在刚刚后去的周末 以色列和哈马斯代表团在埃及开罗展开了新一轮的停火谈判 哈马斯高级官员在8号表示 哈马斯拒绝了以色列在会谈当中所提出的最新的停火提议 而另一方面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就表示 已经确定了乙军进入拉法的日期 乙军在战时满半年之际决定暂时撤离 不少民众随即重犯加沙第二大城市汉尤尼斯 但当地数千栋建筑物被摧毁 整座城市已经面目全非 这家人在汉尤尼斯的家只剩一片废墟 坐在瓦砾堆上的他们表示 父亲已经去世 他们六名富人带着小孩 根本不知道可以去哪里 乙军从加沙南部撤走大部分军队后 外界关注以色列的下一步行动 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声明表示 乙军进入拉法的日期已经确定 强调要战胜加沙的哈马斯武装分子 乙军就需要进入拉法 以色列官员就表示 目前已经开始进行前期工作 当局正购买4万顶帐篷 为从拉法撤离的巴勒斯坦人做准备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在视察招募基地时就表示 过去半年的战争 乙军已经创造出条件 能够灵活和自由地采取行动 军队将重返战场 并以准备付出代价 以救回被扣押的人员 他形容目前就是合适的时间 把人质带回家 美国国务院当天就表示 以色列并未告知 其进入拉法的日期 发言人米勒称 美方已向以色列明确表示 全面军事入侵拉法 将对平民产生严重影响 届时以色列的安全 也将面临重大挑战 美方仍然认为 以军可以有更好的方法 去打击拉法达哈马斯部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以色列一项豁免部分人 在军队服役的法案 近日将会尽满 本届政府至今还没有表明 到底是延长 还是修改该法案 有政府人是担心 一旦在该问题上处理不当 最严重的情况 会引发当前政府的解散 具体来看一下 前方记者发言人的报道 以哈战争的持续 让以色列国防部 于今年2月计划延长 预备一军人的服役年限 以保证人力充足 此举引发部分政党 指责有66000名 满足服役年龄的 极端正统派犹太人 豁免兵役 还能获得政府的补贴 此类犹太人所支持的 沙斯党和联合 妥拉犹太教党 在国会120个席位中 分别有11席和7席 是利库德集团 此次组阁达到64席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有此类犹太人 向本台表示 持续学习土 对国家 有意义重大 自4月1日起 原本允许在 犹太学院学习 可以暂时豁免服役的法案 彻底失效 以色列总理承诺 在30天内 与总检察长协商 妥善处理此事 国防部长加兰特 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由于豁免法案失效 原本学习中的犹太人 每个月从政府和民间组织 可以领取的 赖以为深的 约人均1000谢克尔 也会削减和冻结 这会让这类家庭 走上街头 造成更多社会的动荡 以色列的极端正统派 犹太人对于坚持 学习犹太圣经 非常执着 坚持与可能破坏 遵守犹太律法的 服役生活保持距离 而这些家庭的女性 人均生育约7个孩子 是其他人群 望尘莫及的 凤凰卫视 胡晓宇史痕 耶路撒冷报道 野门胡赛武装 7号宣布 在过去72小时 再次针对 在红海等海域的 美国 英国 和以色列目标船舰 发动了5次攻击 有野门的专家就表示 胡赛武装此举 旨在展示实力 继续向以色列 进行施压 胡赛武装发动 新一轮军事行动 先后发射导弹 和出动无人机 在红海 印度洋 和阿拉伯海 对一艘英国船只 多艘美国军舰 以及两艘 以色列船只 共计发动了5次攻击 不过美军表示 没有收到伤亡 或损毁报告 封门军事专家表示 攻击范围扩大至印度洋 显示胡赛武装 有能力对以色列 继续施压 有能力对以色列继续施压 胡赛武装 胡赛武装重申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强调只要乙军继续侵略加杀 攻击行动就不会停止 而在欧洲方面 德国在8号派遣20位士兵 在欧洲东部立陶宛 常驻当地 这也是二战以来 首次常驻境外 部队人数并会逐渐增加到5000人 有分析认为 德国此举有助于协防北约东义 抗衡俄罗斯 而俄方则是斥责此举 加剧了紧张局势 德国军方在柏林机场举行议事 欢送所批被派往立陶宛的驻军 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 在议事上表示 这对德国部队和北约来说 都是重要的一天 这次先前部队人数约为20人 到本年底进驻立陶宛的部队人数 会增加到150人 而最终常驻兵力将会达到5000人 包括4800名士兵和200名文职人员 规模为旅籍部队 到2027年正式投入运作 立陶宛防长卡斯丘纳斯 形容德国派兵常驻当地 是德国可靠的证明 对立陶宛以至整个地区来说 都非常重要 德国驻立陶宛大使 齐莫尔曼则指 这次在北约东义设置 常驻部队的决定是破天荒的 德立两国是于去年签约 确定德国驻军路线图 有分析认为 德国派兵常驻立陶宛 将强化波罗的海三国 和北约东义防卫 有助抗衡俄罗斯 俄罗斯克里姆林公发案人 佩斯科夫则回应德国此举 将会加剧紧张局势 为俄罗斯边境制造危险温床 俄方将采取特别措施 确保国家安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再来关注一下 两岸方面消息 正带领台湾青年 在大陆参访的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 9号上午 在国台办副主任 潘贤长的陪同之下 前往八达岭长城游览 马英九还率领台湾青年 在长城高唱抗战歌曲 《长城谣》 万一场 万一场 生万一场 长城万面是故乡 此外门同胞 新一摇 新日长江 万一场 《长城谣》是一首抗战歌曲 是由潘杰农作词 刘雪安作曲 原计划是为抗战电影 《关山万里》而作 后来因为松湖抗战爆发 《关山万里》被迫夭抑折 《长城谣》于1937年10月24号 刊登在战歌周刊上 马英九登上八达岭长城 带领台湾青年 一起演唱《长城谣》 八达岭长城是古代伟大的防御工程 万里长城的重要部分 是明长城的一个爱口 也是居庸官的重要前哨 古称 居庸之险不在官 而在八达岭 马英九一行 今天继续在北京的参访行程 那更多消息 马上连线在北京现场的本台记者 霍伟伟去了解情况 伟伟中午好 二位中午好 为我们介绍一下 马英九今天的行程都有哪些看点 那接下来还会有哪些行程活动 值得我们关注呢 是的 我们刚刚在新闻片当中看到了 马英九一行 今天是到了长城 并且登上的是最南攀登的 八达岭长城的这一段的部分 在现场可以说他们唱起长城谣的时候 大家是深受感动的 大家一起来演唱 包括其实很多的文官的一些民众 也是一起来唱长城谣 今天下午的话 可以说是今天这场活动 整个活动当中的一个重头续 今天下午是会前往北大 今天两岸的青年交流 今天下午的这场青年交流的话 整体安排的时间是超过三个小时 这在马英九这一次的大陆参访行程当中 从广东开始到现在为止的所有行程当中 单一行程的安排时间最长的一个 今天下午的整个安排行程的话 设计的环节也是比较多 希望两岸的年轻人之间 能够进行一个充分的交流 去年七月份的时候 确实已经有一些大陆的学生 是应马英九基金会的邀请到台湾进行参访 他们其中一部分的北大和清华的学生 今天会重返现场 和当时接待他们的台湾学生在此聚会 另外还今天在北京的天气 还算是不错的一个情况下 也安排了一些户外互动 当然也会有一些室内的座谈会 另外我们掌握到的一个消息是 今天下午包括是校领导 以及马英九一行都会为学生让行 怎么说这个让行呢 其实让行很简单 就是会避开现场 让学生们主动进行交流对话 安排了多个场次的交流对话 今天下午傍晚的时候 他们还会共进晚餐这个场合 老师们和校领导们都会避开这个场合 留给空 把空间都留给学生们进行交流对话 香港的现场 我们今天下午会带来实时的相关报道 先把时间交换给香港 两位 好的了解 谢谢维维 另外呢 我们还要再来关注一下 台湾花莲大地震 现在造成13人死亡 逾千人受伤 还有8人失联 花莲新政府9号就协同宗教团体 举办超度法会 判地震罹难者能够安息 花莲新政府表示 法会结束之后 像供品和水果都将会全部捐赠给需要的受灾户 也会加快对受灾户的安置和补贴作业 台湾花莲大地震 全台多个县市出现了灾损和死伤 其中又以台湾东部的花莲灾情最重 花莲新政府9号和宗教团体 共同举办法会 超度亡者 为生者祈福 判罹难者能够安息 花莲新政府表示 法会供品和水果都会捐赠给需要的受灾户 另外也会发放灾害救助金 税金减免 以及提供每个月8000到18000块台币的租金补贴 让无家可归的灾民们能够喘一口气 花莲大地震从发生至今 累计的死亡者达13人 受伤的人数更是超过了1000人 至今还有至少8人失联 虽然已经超过了黄金救援的72小时 但搜救队员仍持续在灾区搜索 我们持续往后停进到2.2K 就是更后面那边 就是我们计算脚程最远 应该是只有到2.2K 花莲大地震后的救援和善后工作一同进行 其中花莲县内有18栋大楼必须拆除重建 另有1400多栋楼房因为结构受损 被判定是围楼住户必须撤离 上千名无家可归的民众该如何安置 是花莲县政府的当务之急 富豪卫视黄家腾静敏怀台报道 台湾花莲强镇今天举行的是罹难者 头期的法会 相关消息立刻连线 在现场的本台特别记者蓝景图 景图中午好 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如何 另外你在当地采访七天 有哪些观察 好的 王峰 今天是在强镇当中 罹难者头期的日子 花莲县政府呢 是为他们举办了头期的功德法会 国民党籍的花莲县长徐振卫以及国民党立法院党团 总招傅昆奇等人都来到现场参加法会 那么傅昆奇在稍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就向蔡英文政府喊话 她表示说呢 现在花莲有非常多的灾民需要被安置 但是蔡政府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推出相关的重建的条例来协助灾民 而傅昆奇也提到呢 据她掌握到的消息 蔡英文在明天就会来到花莲看灾 那么她也呼吁蔡英文 不要只是来花莲一日游 要拿出能够实际解决灾民的办法 那么我在这里采访呢 也观察到了一个问题 也就是现在台湾的围楼有区分为两种 一种是需要即刻拆除的 那这个部分呢 会由县市政府来做拆除 而另外一个部分的围楼 是可以经过修复之后继续居住的 那这个部分的灾民 他们现在就是非常煎熬 因为在这一次强震当中倒塌的天王新大楼 就是在过去被评估可以修复之后的大楼 但是现在呢 在这一次强震之后倒塌了 所以现在很多居民就在担心说 到底要不要来做修复自己的住家的大楼 或者是说要把它拆掉重建 另寻其他住所 但是这个部分又要衡量自己的经济条件 所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很有可能就要选择修复继续居住 但是可能每天就要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也因此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相关单位 积极的协助处理 时间交换给王丰 谢谢景图从前方带来的观察 欢迎回来 关注一下五间财经 亚太区股市在今天是个别发展 向台湾股市由于台积电股价创下了新高 推动了台股涨了超过百分之一 日本股市也是受到了芯片股的带动而上扬 韩国股市则是偏软 再来看一下内地股市早盘是窄幅震荡 护升股市涨跌不一 户指中午暂暴在3042点下跌4点 跌幅0.15%半日成交2180亿人民币 深圳指中午暴在9402点上升7点 涨幅0.08%半日成交2892亿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恒征指数高开86点 早盘一度上升超过200点 突破了17000点的整数关口 但是随后涨幅收窄 恒指中午暴在16824点上升91点 涨幅0.55%半日成交460亿港元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日前的访华行程 引发了英国社会关注中美的经贸问题 尤其是在涉及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方面 耶伦的态度被当地分析人士视为是 英国政府参考的范本 对此英国商界代表就表示 中美关系的发展目前仍然是决定 包括英国在内多国经济走向的重要因素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中国为期六天的访问结束之后称 中美两国关系同去年此时相比 基础更加牢固 同时表示他本人并不希望看到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因贸易紧张而恶化 英国当地媒体指出 耶伦在华期间口中所说的两国紧张的贸易关系 其中一部分同中国电动汽车和其他绿色技术的蓬勃发展有关 美国之后的举措很有可能会是英国效仿的样本 英国商界代表认为 中英关系在当下仍受中美关系的制约 尤其目前英国政府借贷成本飙升 青年失业率上升以及生活成本危机等问题 是束缚当地社会发展的重重障碍 中美关系能否强劲发展 是决定之后各国经济走向的关键因素 其实早在耶伦本月访华之前 有消息指一些英国汽车制造商担心大量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从欧盟流入英国市场 正督促当局启动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首席执行官霍斯则认为 保护主义并不能解决当前全球汽车行业面临的挑战 各国应该通过紧密合作分担成本合理优化产能 英国消费者对此也持开放态度 中国电动汽车品牌进入英国不仅降低了当地电动汽车的价格 还鼓励了行业创新 让消费者和汽车行业都能受益 凤凰卫视徐亮 李莫克 伦敦报道 德国总理舒尔茨将会于本周六启程访问中国 德方发言人表示 舒尔茨对于向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的必要性持怀疑态度 根据德国政府所发布的消息 舒尔茨将会在周日抵达重庆之后前往上海和北京 这是舒尔茨上任之后第二次访华 而陪同出访的还有三位内阁部长 以及包括西门子 奔驰等企业高管在内的工商界代表团 德方发言人表示 针对向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的必要性 舒尔茨总体上是持怀疑态度的 再来关注一下雪龙二号敌港第二天 开放给公众登船参观 有学生为国家科研进步感到震撼 希望未来能够参加更多的类似活动 增进对国家的了解 而随传的科学家也到本地高校出席会议 与师生以及海内外学者探讨极地科考 气候变化等议题 中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破冰科考船 雪龙二号首度亮相维港 在香港掀起科普热潮 敌港第二天 雪龙二号开放公众登船参观 有学校组织学生参观 吸引大批学生报名 我觉得很劲 因为刚刚有看到一个是下去抽海水的 我觉得它可以抗一个很高强度的气压 是很厉害的 它可以落到好像六千米 我觉得是很厉害的 国家是发展得很好 他们的样本都挺丰富 所以就很深刻 会不会都想多些安排类似这样的活动 希望 因为始终很少了解到我们国家这些考察的东西 或者是科研的东西 雪船访港的科学家也到本地高校出席 气候变化国际会议 分享极地科考的经验 也探讨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等议题 除了高校师生外 还有不少海内外专家学者参与 中国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贡献者和行动派 认真旅行 搭理学定 我们将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 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对改善气候环境发挥积极的作用 雪龙二号将在香港停留五天 之后除了继续开放公众参观 科学家还将与超过200名本地学生交流 希望增进香港学生及市民 对国家科研发展的了解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雪龙二号是从今天起 免费开放给公众登船参访 一直到十二号 那最近消息 我们这个连线在尖沙嘴现场的 本台记者吴新淳 新淳中午好 中午好王峰 好 看到后方有很多小朋友还有家长 这个大家的热情怎么样 另外在参访之后有什么感受 好的 王峰 那我现在位置呢 还在位于香港尖沙嘴的这个海运码头 那从今天开始呢 就像我身后的这个所看到的一样 雪龙二号呢 会一直到十二号免费的 向香港的市民免费的开放 那可以开放上船参观的人数呢 还是有限的 所以呢从今天上午开始呢 有络绎不绝的市民 就在我身后以及身旁呢 是在岸上拿着手机 然后对这个雪龙二号呢 进行拍照还有参观 那可以有幸这个上船参观的市民呢 就需要在网上提前进行登记了 那每天呢这个容量呢 大概是可以允许五百到一千人 可以上船进行参观 那每个团呢 是大约二十到三十人左右 那参观的时间呢 是三十分钟左右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早上我们也是对于今天上船参观后的一些 学生还有老师呢进行了采访 那今天上午的时间段呢 很多都是香港的一些高校还有中学 是组织这个师生呢 共同的上船进行参观 那就如这个港大的教授表示呢 自己刚好在教授这个气象 气象变化方面的课程 所以呢 雪龙二号上面呈现的一些设备 还有技术呢 刚好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的了解国家之前 在这方面所做出的一些努力 那另外呢也有学生表示呢 一个中学的学生就表示他在参观了雪龙二号之后呢 也加上了自己对于生物科学方面的一些兴趣 可能未来在择业 还有选择专业方面呢 会加强在这方面的探索 那这个雪龙二号呢 在十二号的下午也会在同样的这个地点呢 举办一个欢送的仪式 那届时呢也会在这个船队的陪伴之下呢 正式的离开香港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现场带来的一些观察 现在把时间交还给王峰 好 谢新纯从切叉嘴带来的报道 那么另外呢 雪龙二号方港期间 中国第四十次南极考察队 今天起在香港中文大学 举行为期两天的气候变化国际会议 那有关于会议的最新消息 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记者张友仁 友仁 中午好 中午好 杨子王峰 帮我们介绍一下 气候变化国际会议都有哪些关注点 另外现场有哪些雪龙二号的相关安排呢 好的 杨子就在刚刚中国极地考察中心的工作人员 正在分享他们对于极地海洋环境研究的相应成果 在他们所准备的幻灯片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准备的一些资料的图片 以及相应非常详实的数据 用数据所制造出来的模型 以及一些部分的成果展示 那接下来在下午的时候 大家所探讨的主题可能会集中在一个气候变化方面 比如说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有哪些创新的途径和方式可以采用 以及气候变化跟生态环境之间有哪些关联以及影响 那我看到今天在现场其实参与交流会的人士和嘉宾是非常的多 而且他们是来自不同的地区地方 还有不同的界别除了刚刚提到的来自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的专家 还有一些在相关的领域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科学家 政策的制定者以及来自内地和全球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 那在现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在会场的外面这里设置了一个小型的气候变化展览 而现在跟随着镜头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迎接雪龙2号的到来 这个展览的主题设置为了雪龙2号相关 在这现场呢放置了一个小型的雪龙2号模型 上面非常精致的制作了一些雪龙2号复刻的一些设备的模样 所以如果对于雪龙2号很感兴趣 但是暂时没能够登上雪龙2号去观察的一些师生 或者是来参加活动的嘉宾 他们就可以通过模型来观察到更多雪龙2号的细节 而除此之外现场还有一块陨石碎片 那通过陨石碎片上面所放置的一个放大镜 可以更加的看到陨石碎片的细节 那刚刚呢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 其实还有一张是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队对齐 在对齐的上面有队员们的亲笔签名 而除此之外除了这些物品之外呢 在现场还有一个展示板 上面是展示了一些雪龙2号详实的数据以及介绍 同时还有一个屏幕上面放置的是咱们国家的相关科考队 在南极考察过程当中所拍摄出来的资料片段 是由香港科学馆来提供的 那除此之外其实相关的交流会 今明两天都会在香港中文大学来举行 大家围绕着极地的科考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 展开多场的交流活动 大概有9场左右 那么明天呢还会有来自香港中文大学 亲自前往过南极的学生 会跟专家们进行交流 甚至和正在南极中山站的科学家来进行线上的对谈 希望大家可以探讨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并且呢以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我在现场了解到情况就是这样 将时间交还给杨子王峰 好的了解 谢谢有人在前方带回来的香港消息 我们继续关注香港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今天上午在出席行政会议之前 会见了记者提到了香港 三四月份盛事不断带来的人气和财气 首季度经济正面扩张 同时他还宣布 特区政府已经成功购入巴黎奥运的转播权 届时可供市民免费收看 巴黎奥运举办在即 截至3月26号 香港代表队已经在单车 翻船 游泳 乒乓球及滑浪风帆五项上 取得奥运会15个比赛项目的参赛资格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9号宣布 特区政府已成功购入 今年7月巴黎奥运转播权 交由香港三间持牌电视台和香港电台转播 将全港市民终于免费收看 政府决定透过播映巴黎奥运 和多间电视台合作 发挥承受效应 营造社会热力气氛 推动体育活动 支持运动员 凝聚团结 透过喜悦的社会氛围 刺激经济活动 多管齐客 创造社会价值 李家超指 购买播映权费用低于过往所付 包括东京奥运的播映权 和过往生意机构所投赌的播映权 费用合理 固有所值 李家超表示 首季度香港经济证明扩张 三四月是胜事不绝 带来人气和财气 其中 刚在周日结束的香港国际七人篮球赛 吸引超过10万人资入场 比去年多三分之一 由海外旅客专程来港观赛 并带动港岛区酒吧生意 上升两至三成 而艺术三月举办的12项大型活动 总参与人次突破400万 李家超指 今年首期入境旅客达1123万人次 暗计增加5% 暗计增加1.5倍 机场客运量预计年底将完全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香港的接待能力继续提升 另外 香港计划从8月1号起实施垃圾收费 目前正在14个试点进行先行先事 至于是否会如期推行 李家超表示 垃圾收费已成香港法力 现阶段应先认真落实先行先事计划 在这个阶段我认为 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先行先事 认真去落实进行 之后我们总结了所有数据 经验和分析之后 再作下一步的部署 垃圾征费是会涉及 广泛地所有香港的市民 我们会小心行事 也都一定会听取不同界别的意见 但环保的概念 我们一定是支持的 欢迎回来 针对近期发生的多起中国公民 入出境美国受滋饶事件 中国驻美国使馆发言人就表示 中方对于任何一个中国公民 遭受非法粗暴对待 都不能容忍 采取措施坚决维护中国公民 正当合法权益 近年来美国边境执法人员 持续无端滋扰盘查 遣返中国来美人员 特别是留学生 学者 据部完全统计 2021年7月至今 遭美方无端滋扰盘查 遣返的中国公民近300人 其中持有合法有效材料的留学生 超过70人 甚至受美方邀请来美友好访问的 中国公务人员 入出境时也被无端滋扰盘查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指出 美方的做法远远超出正常执法范围 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偏见 严重侵犯当事人正当合法权益 严重干扰中美正常人员来往 严重违背中美元首 关于加强和便利两国人文交流的共识 中方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4月2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两国元首再次强调 要采取进一步措施 扩大两国人文交流 中方敦促美方切实落实 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 停止打着所谓国家安全的幌子 滋扰来美中国公民 停止毒化两国关系的民意环境 停止阻碍两国人民友好交流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 在8号预测 人工智能的发展 可能会在明年或是2026年 就会超越最聪明的人类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的访谈当中 被问到人工通用智能 AGI的发展时间表 他表示如果将AGI定义为 比最聪明的人类更聪明 那么他认为可能是明年 或者两年之内 人工智能便能够超过最聪明的人类 马斯克又说 虽然人工智能的发展 至今主要是受到先进芯片的制约 但是未来一两年 电力的供应将会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而提到电动汽车 马斯克认为 中国的电动车生产商 是全球最具有竞争力的电动车生产商 将会对他的特斯拉电动车 构成最严厉的竞争挑战 感谢您达成今天的凤凰物件阵列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稍后我们播出的各界新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访问